我们先准备4个皮蛋加入清水 将外壳给搓洗干净 然后放进锅里 加入清水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来煮 水开之后3-4分钟左右 然后再准备几瓣大蒜 用刀背拍一下 然后去皮剁成末 再准备两个小米辣去掉地 然后切成圈 切好之后将它们放入小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加入一点生抽 香醋 再来一点香油 加一点白糖提鲜 然后搅拌混合均匀 皮蛋已经煮好了 然后将它捞出来 在清水里面泡一下 再准备两根黄瓜清洗干净 然后用刮皮刀顺着 从上往下薄薄的刮下一层 然后再给它卷起来 摆进盘子里面 再将皮蛋剥去外壳 然后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皮蛋摆在盘子外围 然后再将调好的料汁淋上去 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皮蛋搭配上黄瓜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冰冰凉凉的 非常的适合夏天 伸出筷子就停不下来 感兴趣的朋友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